文藤玉珍,虽然结婚至今已经27年,一想起先生家的这位兄长,仍然觉得满腹心酸委屈,当初要是知道嫁入子门德和这号人物常相处,绝对不敢贸然答应这桩婚事的,话说结婚不到一周,这位兄长就管起我的居家打扫,上次采用何种品牌的清洁用品,夏至该如何动手做比较前进胜利, 新嫁娘当然不敢得罪这位在公婆面前,讲话具有分量的人物,偶尔诉苦于姐妹讨厅,无不问我她怎么不去要求自己老婆啊? 怎么会有管这么宽的兄长呢?前几年某个夜晚,先生和公婆刚好都各自进了房间,我整理好客厅,正要回房休息竟然被她拦截,开始长篇大论指点无数, 从我的财务经济观念又偏差,到教养孩子的方法需要调整,天啊!我怎么会遇到这样偏执难搞的亲戚? 还好,她与我们同住的日子没有从前多,我也听从先生建议,离她远一点,让自己受伤少一些。 Tuswa.com